夜幕降临 今晚的天气很不错 没有风 没有云 一轮圆月挂在夜空之上 映得湖面波光玲玲 很是梦幻 惊吓推开船舱的窗 抬头 便能看到那一轮圆月 虽然不能在中秋佳节 和她的孩子们团聚 但此时此刻 泛舟湖上 欣赏月色 享用着美食美酒 有爱人在身边 她心里也算挺开心的 不过 唯一遗憾的是 有人跟着 今夏看了眼 就在他们这条船旁边 不远的一条船 船舱外站着的 包括校尉方勇 在内的三个警衣卫 正向他们这边 看来 她和陆毅出来游湖 负责守卫的警衣卫 自然是要跟着的 虽然今夏和他们说不用这样 现在挺安全的 可是方勇却说 他们不敢懈怠 若是之前的那伙东营人潜入水中 刺激行动的话 会很危险 今夏想了想 若是他执意让他们别跟着 恐怕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所以也只好同意了 不过他们还算有分寸 没有和他和陆毅同乘一条船 而是和负责划船的下人 在另一条船上待着 另一条船 与他们的船之间 扇着粗麻绳 即便在这条船上 只有他和陆毅 但因为离另一条船不远 对于耳力极好的警衣卫来说 也能听到他们 在这条船上说话的声音 今夏放下窗子 坐回陆毅身边 真讨厌 他们一直在看着这边 今夏附在陆毅耳边小声道 为了不让那两个几位听到 他只好用最小的声音说话 他们这样也算尽忠指手 毕竟 他们不知道那些东营人 根本就没有出现在别院 而那些袭击我的东营人 都是假的 陆毅拦住 今夏的腰轻轻揉捏着 在他耳边小声说着话 却时不时地 喊住他的耳垂轻轻损着 哎呀 你 你老实点 你想干嘛呀 小心被他们发现啊 今夏被他挑拨得 心里一阵痒痒 但却还是理智的一手 隔开陆毅的嘴巴 小声声道 只要你忍着不叫出来 他们怎么会发现 陆毅勾了勾 今夏的下巴 声音虽小 却格外暧昧 又开始 不正经地开黄枪了 这个男人 不会真的想在 此时此刻做点啥吧 今夏脸红了红 不仅想起了 就在陆毅受伤的前一天晚上 在这船上的激情四射 我不叫 那船也会晃啊 今夏小声嘟嚷道 陆毅被今夏的话都笑了 捧起他的脸清了一口 你当真我什么都敢做啊 再说了 难道你觉得 我就这么浴火焚身 急不可耐 我是这么没有分寸的人吗 哼 那可不一定 我们陆大人可是个狠角色 毕竟你可是做得出来 自讨自演 让自己受伤的事 你什么事不敢做啊 今夏一手脱腮 唉唉叹了口气 我就是觉得 有人这么近距离的监视很烦啊 说话要注意 不说 还得像蚊子似的小声说话 早知道如此 还不如就在房间里待着算了 在房间里怎么放烟花呀 陆毅看了眼 放在一旁的那一捆烟花棒 虽然出去放烟花 依然会被人盯着 但也正好 也是时候在其他人面前演戏看看了 毕竟 如果一直待在房间里 反倒让人生性多疑 倒不如大大方方的露个脸 做个戏给他们看 这样一来 他们也不会被人一直盯着了 对啊 放烟花 今夏立马来了精神 那走吧 去仓室外 今夏伸手去拉路易 路易站起来 挽住今夏的胳膊 露出一个可可爱的笑容 走吧姐姐 放烟花去 烟花棒燃烧时 思思作响 在夜里显得格外的明亮 今夏看了眼 身边一只 手一只烟花棒 画着圈圈的路易 忍不住笑了出来 真真是为难他了 明明那么正经 不苟言笑的一个人 为了陪他放烟花 还在自己的属下 和下人面前 表现出一个孩子般 幼稚爱玩的样子 好玩吗 今夏问道 好玩啊姐姐 一二很开心 路易眯着眼睛 笑得天真无邪 姐姐呢 姐姐也开心吗 当然开心了 姐姐很开心 今夏笑了笑 看着路易手中 绽放的烟花棒 心里有种 说不出的感觉 他想起曾经 那个在 兴风桥头 放烟花的夜 那时候 他的生活发生巨变 他失去了第一个孩子 又和夫君合离 那是他此生 最痛苦的一段时间 现在 一切都过去了 虽然也有烦恼 那您的事 尚未解决 但他此刻身边 有路易陪着 对他来说 便是幸福的 至于未来如何 解决麻烦的事 他现在暂时不去想了 他想 他和路易再难的情况 都已经挺过去 熬过去了 没有什么是 他们不能一起面对 一起克服的困难 陆大人 还是这样的状态 南北征府寺以后 如何是好 听说现在 北征府寺里 有些乱套了 那些东营人 还没被抓到 又有皇上交代的 一些事情需要查 刘大人 似乎有些 处理不过来了 锦衣为正光 抱着双臂 挨挨的叹了口气道 上头的是 别妄议了 方勇揍眉道 他身为 刘同之 刘大人的得力亲信 清楚刘大人 安排他在别院守卫的同时 时刻观察陆大人 是不是因为刘大人 想要夺取 南北征府寺的权位 而是因为 公里内卫的意思 刘大人 心里清楚自己的位置 不论是能力 还是年纪 他已经不占任何优势 所以根本 没有夺权的可能性 现在刘大人 虽然暂代 陆大人 负责北征府寺的事务 但刘大人 怕是压力巨大 若是处理不好事情 皇上那边怪罪下来 刘大人也没有好果子吃 所以啊 刘大人怕是最希望的就是陆大人早日恢复正常 而对于方勇自己来说 他身为刘大人的亲信 也自然希望能一直得到刘大人的庇护 所以他和刘大人一样 希望陆大人能尽快地恢复正常 只有这样 一切才能回归正常 可是目前来看 陆大人怕是需要些时日才能好起来了 谢谢大家